为什么擎天圣说擎天柱跟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其实按照时间线来说 变七里的柱子是城街上一部大黄蜂独立电影的 在影片末尾《大黄蜂女柱子歌》终于成功会试地球 这时候的柱子还是非常稚嫩 也因为自己让汽车人大军来到地球后 无法回到家乡而感到自主 按照此时的时间线来说 霸天虎其实也已经来到地球 甚至变七开头删减片段中 也明确表现了很多汽车人已经印丧霸天虎之神 这也是秦天柱会变得那么暴躁的原因 来到陌生的地球 无法回到家乡 占有的死去 一切一切都让他充满了自责与鬼 而当幻影让诺亚帮忙寻找钥匙之时 秦天柱更是直接表示出怀疑 即使有过大黄蜂与小女主相处融洽的经历 他也不愿去相信人类 而这一点在与天灾等人战斗 更是到达了顶点 因为大黄蜂的战死 秦天柱甚至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人类 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功能为力 如此甩锅行为实在不算是一位合格的领袖 而当公路追击之战时 明明单打独斗的柱子根本不是天灾的对手 他却依然选择冒失的独自留下领战 好在飞剑及时出来搅拯 否则秦天柱估计要命丧当 实为不治之举 到了最后决战之时 秦天柱才渐渐明白领袖的意义 并不是单打独斗和敞强就行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锁向批语 可以说整个变期就是秦天柱领袖之路的成长史 因为有了这段经历 才助就了日后那个神党杀神 活党杀活的汽车人大伙